是要先確定候選人 副手再由其他的 韓國瑜來決定 來考慮 可是這個不就是 勸退王精平的方法之一嗎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情況是這樣子 因為吳敦毅做了一個 非常明智的一個決定 他很明確的宣布他不參選了 我覺得他的高度拉得很高了 接著他就要開始去思考 就是說怎麼樣讓國民黨推出一個 最有可能勝選的候選人 是要先解決人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要開始解決 事的問題了 也就是說這個國民黨有沒有 比較跟他的核心精神有關的 一個大政方針 例如說重大的政策 重大的方向 那麼我覺得以國民黨的 創黨的精神跟立場 例如說我們常常講 這個均富 民生 這些 其實他就應該去思考 那麼這些大的方向 應該要怎麼走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構成一個黨的一個意志 也就是說這個黨的意志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根據這些意志來選拔 好的或是優秀的立委 那麼我覺得這個布局 未來的糧草 那就當然這個主席就有義務 要開始整合 那麼各地方的糧草來供應他作戰 我覺得如果做到這一步的時候 吳敦義的這個主席的歷史定位 他就出來了 不過現在的一個 另外一些問題是來自於就是說 韓國瑜本身在面對 他的未來的一個情況的發展 例如說王丹就是算是一個小角色 但是這種人 或是這種背景會不斷的出現 也就是說他不只會 只有面對民進黨 也不只會只有面對柯文哲 韓國瑜未來要面對 大大小小這種事 有些該回應 有些不該回應 剛剛沈道老師認為說 應該要好好回應 其實如果就我的立場來看的話 就是聽到了 然後就過去了 因為他不是一個咖 就不要理他 而且他連我們中華民國的身分證 都沒有 他有我們的中華民國身分證嗎 我不知道他是我們 中華民國國民嗎 我也不知道 這點我也不知道 至少你知道嗎 你也不知道 如果開心確定 王丹 我不知道 所以我是覺得說 面對這樣的一些人 然後來去攻擊你 或是來挑戰你 我覺得不要理會他 反而是最好的 王丹這個基本上留給高雄市 王淺舅處理就可以了 其實他不用直接面對他 因為他打韓國瑜 完全沒成本 沒成本這樣子打他 下次對上次 完全沒成本 其實王淺舅就好 我倒也不是說要幫王丹說 我們就跳過去了 其實韓國瑜 這一次的這個事情 不管他是閉門座談 還是公開的演講 說實在話幕僚要打屁股 為什麼 如果他是一個造王的一個過程 他現在是市長 乃至於說他未來可能是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剛剛斯剛兄有講 他是兩個團隊大的隊伍在作戰 所以包括外交的幕僚 包括兩岸的幕僚 包括國防的幕僚 其實這是養成 支撐一個總統候選 非常重要的一個過程 我經歷過2012年跟2016年的 蔡英文的團隊 包括訪美 其實你公開演講還是閉門座談 在跟媒體溝通的時候 其實幕僚就要非常定義清楚了 甚至是在採訪手冊裡面 一個完整的團隊是應該 他在公佈他的行程的時候 他就定義很清楚 這是公開演講 這是閉門座談 甚至跟誰座談 有誰邀請 其實已經定義得很清楚了 所以幕僚該打屁股 才會造成疑義 如果他是總統級的出房 或者總統級候選人出房 我相信絕對做得到 那是兩個團隊在座長 一個高雄市長 而且你剛才所說的 那些詳細的資訊 我想王丹也不會去檢視這些資訊 他是站在他的角度 他去認知 說你說是一個公開的演講 可是沒有 沒有收到公知 我這邊補充一下 我覺得韓國瑜這一次到 哈佛大學去惠正經研究中心 去之前先跟蘇琪有過一個 深度的一個交談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正確的一個做法 因為蘇琪是九二共識的創始者 因為這個名詞是他創造的 而且整個過程 他是掌握得最清楚 他跟韓國瑜做一個 比較深度的交談 會後蘇琪認為韓國瑜 掌握了九二共識的精神 掌握得很精準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背書 就代表說這個溝通是 因為蘇琪對美國也很了解 而且蘇琪對美國的關係也很深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當蘇琪出來說 韓國瑜講得很好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一個場面話 不是客套話 因為這個是代表說 韓國瑜對九二共識的掌握 到美國是可以被接受的 也就是說美國人 因為美國人大部分 美國政府也是支持九二共識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韓國瑜的兩岸政策 在美國他們覺得這些學者 他們會邏輯上是可以說服他們的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對美國的CIA來說 他們現在有 或是美國的AIT來講 我覺得他們現在比較麻煩的問題是 他們沒有韓國瑜的政治檔案 因為這些CIA或是AIT 他對台灣的政治人物 其實是一直不斷的在蒐集 各種政治的材料 政治的情報 那麼他們會想辦法跟你接觸 因為他們也曾經想辦法跟我接觸 他們的政治組組長 也想辦法跟我接觸 他們會想盡辦法跟你接觸 因為他們要建立你的一個 各種檔案 他要建立 可是問題就在於 我覺得他們的難度是在於 他們沒有韓國瑜的任何檔案 這個對於他們來講的話 不管是國務院CIA 或者是他們是不及格的 這個對他們來講 未來一個可能馬上成為一個 中華民國總統 而且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是如此的複雜 如此的深 從二次大戰並肩作戰到韓戰 然後到越戰的這樣子台灣支援 美國在越南去參與戰爭 然後再幫美國修理 修復這些戰爭的機器 彼此之間的關係 這麼的密的情形下的時候 他們對一個未來很有可能 而且馬上發生的 明年就要發生的 很有可能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們手上的資料卻是如此的薄 我覺得這個對他們來講 是有點慌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他們也會透過很多學術單位 來去了解 掌握 那麼甚至面對面的觀察 跟你演講來去判斷 你的行為語言中 他所能夠蒐集的資料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代表美國對於韓國瑜的判斷 規格已經拉得越來越高了 對不起 不只用一句 我覺得王丹打這個事情 我覺得打歪了 我覺得打歪了 第一個 你不管公開還是避門 像美國這個非正經研究中心 或其他的 Brookings這些大的智庫 裡面的人亦觀亦學 他很多的在項目裡面 在一些研究項目裡面 他是受國務院或是AIT 或是其他的FBI或是CIA 委託去做某些研究 在研究裡面也許包含某一些的訪談 都在這個Project裡面 所以他這個東西 去做一個閉門的也好 或是公開也好 其實都無仿於 美國想要認識韓國瑜這個人 而且你閉門的話更好 你閉門的話你聊得更深 而且對人的觀察會更多 結束之後 他不可能就 就是跟我們台灣有些 就發個新聞稿沒事 他因為內部有一些研究報告 談戰資料 會上傳到國務院去 說不定我們的AIT 台北辦公室會拿到副本 所以在這個事情上 王丹珍我覺得就是很無聊的 一個刷存在感的一個民主人士 那個北非的阿拉伯至尊又開始了 我建議他去北非走一走 那邊的人民更需要解放 今天天得很累 我幾乎昏昏欲睡 為什麼 因為剛剛談上個議題的時候 江議員不算 我們五位來賓 我看了一下有難有慮 你們都在討論什麼 在討論他的政策 他的未來的市政 團結的問題 他的團隊到底有沒有整好 你是在說什麼 你提煩惱才會做什麼 這不是說不用煩惱 這是將來的問題 今天我覺得我們 韓國瑜今天是在Boston 因為他是閉門的 所以他到底講了些什麼 消息還沒出來 我們錄影還沒出來 所以這一段當然是空白 但是今天大家全國那邊 最操心的 就是說主席也表態了 剩下一個王金平 到底如何處理王金平 才能夠讓韓國瑜回國以後 脫穎而出 因為這個時間已經壓縮到 壓縮到變成沒有太多的空間 所以各個所謂天王 所謂太陽 不管他是星星月亮 或是下墜的夕陽 都已經表態了 遲早要表態 大家應該去想 這個王金平是怎麼樣的人 怎麼樣才不會得罪他 他心裡是有數呢 還是他真的相信某種這個超人的力量 他是有可能當選的 這個你都考慮以後 你該做什麼就要做什麼 我講我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國民黨不應該走到 初選那個民調的階段 因為這樣我認為對王院長的不敬 要遠比徵召 要來得到 為什麼我要這麼回到 剛剛那個題目要這麼慎重的講 因為王院長都有聽我在講什麼 因為前天媒體問他 他說你是不是卡汗的石頭 他說那個神大佬沒有這樣講 神大佬說不是我 所以我今天這樣講 我覺得他一定心裡頭 你要讓他 可是他很堅持要初選 堅持要初選是他 這一點主席也要處理 你要看看他的堅持 是不是有退讓的一天 是不是堅持到最後一天 遭到全國人民的責難壓力空前的大 他還是堅持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是有可能 但是可能不是很大 主席就要用他的聰明才智 根據他各種的判斷 最後做一個明智的處理 因為民進黨已經處理得不好 王金平相對 這個問題相對很小 你知道嗎 相對很小 如果你被這麼小的問題 拖在他一歲 我覺得國民黨也會人家看扁 然後他是隱在難以為 未來本人來說 無事都不願意 卻買一活動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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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